太卷了兄弟们 这不快到圣诞节了吗 然后这两周我只要打开手机刷视频 天天都能看见什么 程序员几行代码教你画的圣诞树 看看我的圣诞树好看 还是徒弟的圣诞树好看 本来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我看着却很难过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程序员 看这些视频总是能让我怀疑自己 就是我写代码也写了五六年了吧 然后这期间什么二叉数啊 字典数啊 B数啊 然后那个什么红黑数我都写过 我选择我也不会画圣诞树呀 我就怀疑我是这假的程序员吗 你们的画圣诞树的技能都是从哪学的呀 直接给我整不会了 而且最让我难受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评论区很多朋友还真信了 我像视频里一样开着记事本 写那么的几十行代码 就能画出来一个很牛逼的圣诞树 还真就忽悠了一波小白去加群领什么代码 大家千万不要信这些啊 那我作为一名圣诞老人 今天就不教大家写圣诞树 搞什么花里糊事对编程学习没有帮助的东西啊 今天直接送给大家一片大森林 我说的森林就是todepin一个神奇的前端学习网站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由各路大神编写的好玩的炫酷的实用的网页 如果你想要一颗圣诞树直接输入关键词搜索就能看到各种有趣的创意 而且别说是圣诞 你想搞个网站来庆祝新年 亲人节表白 生日祝福 结婚啊 生小孩啊 基本都能在这里找到现成的 找到喜欢的效果后 轻轻一点就来到了编辑页面 在这里 你能够看到完整的网页原代码和运行效果 你还可以一键复制完整的代码到自己的仓库中 然后随意修改代码 随时查看最新的运行效果 实在太方便了 编辑好后 你可以分享给别人在线浏览 或者把它直接嵌入到自己的网站中 还能下载完整的代码压缩包 现成代码 在线编辑 灵活导出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还怕学不会前端吗 类似的宝藏网站 还有JSFIDO CodeSandbox JSRUN GitPod等等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怎么样 你学费了吗 那今年也快过去了 相信很多小伙伴正在准备 期末考试啊 考研啊 或者赶项目进度等等 在最后 鱼皮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好运三连 最重要的是 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微笑着去面对生活 相信明年 我们一定都能更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莆盛